我们其实是以舰为家 出海是常态 上岸是做客 一年两百多天在海上 南海的冬季是无风三尺浪 有风浪打浪 有一次冬天刚好又赶上台风 浪很大 又有外军舰艇在南海活动 让我们去担分任务 六米左右的浪上面前 接近二十米的风 那么就是一面墙拍过来吗 就跟你做小山一样 几千顿的舰艇也就上海一树 浪大的时候 它会扎到海里面去 然后在海浪中淹没起伏 那驾驶是十多米高 结果你往上一看 全是一股大浪 就跟沙一样看不到天 那个时候 那大家就是边吐边工作 吐完过后 把袋子一系继续值班 那赶上睡觉的时候 那就用背包袋 把人和人一起 帮他睡一会 就这样 我们在海上跟外舰 硬扛了两天两夜 外舰不测 我舰不退 坚决斗争到底 因为我们对自己 舰艇的结构强度 抗风浪的等级 是有底气和信心的 对我们官兵的训练水平 是有信心的 同样对于维护 国家的海上权益的决心 更加坚定 经过多年的不断学习积累和训练 张美玉最终先后成为了 我国新型导弹护卫舰 和首艘两栖攻击舰的舰长 您是咱们清华的国防生当中 第一位做舰长的 属于先探路的 所以探路者 人家可能会叫你说 这是我们的学霸舰长 因为我们确实在舰艇上 特别当舰长 他要学的东西很多 你像航海 通信 雷达 声纳 导弹 火炮 包括我们还有动力 电力等等 非常多 你全都得会 你肯定会出去打仗 大家指望谁 不就指望着舰上的指挥员 带着大家打声你知道吗 特别是在关键时候 需要我们来从行动上下决心 做决策 但是那决策可不是拍脑袋 或者是这个简单的做决策 它一定是源自于 你对装备和行动的 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那一定是你自己心里面有底 我们在胜上 不会寄托于 这个敌人对你仁慈 也不会把自己的命运 交在别人的手上 修建它可能像一个剑客 一个侠客 它可能把自己的 这个装备 和战术战法研究明白 那就相当于 你一个剑法 把自己的剑法练到极致 那你就可以发挥出你的战斗力 但是相当于两宫的 联合性的作战平台 它不是你自己练好就行的 因为我们担负的是一种 投送平台的作用 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舰载机 通过我们的登陆艇 还是两栖装备 这些来打胜仗 自己弄好 最多弄明白 最多只要完成三分之一的任务 然后把这些大载的平台 给它弄明白 而且特别是跟各个兵力之间的 这些协同把它弄明白 这才是三分之二 最后我们还是编队行动 编队旁边还有其他舰艇 这是靠着整个编队一起 来完成任务 两栖登陆 是世界公认的最复杂的作战样式 海南舰是海军新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 新型首舰 两个词叠加起来 对于舰长张美玉来说 同样意味着一条充满挑战的拓荒之路 下水四年来 海南舰不负众望 如期通过全训考核 形成平台综合作战能力 我们海南舰是首舰 作为开创者 作为探路者 首先这个正规化的管理 非常具体的方案和制度 对 会非常多 正规化的管理 我们各方面的 常训训练过后摸索出来的方案 跟我们搭载的舰载机 登陆兵 包括两栖装备 已经组织过了大量的训练 从单线平台这方面 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 这些都是在向大家可以推广的